在高雄认识了很多同志的朋友 或者是非同志的朋友 在他们的身上 我都感觉到一种很深刻 或者很温暖 很好的一种感觉 这让我在高雄的生活 常常觉得高雄其实才是我生活的家 今天要去凤山妇幼馆 三朵花唇礼发的电影导读 就是会跟社区民众讲一下 就是有关于一些同志的事情 因为会去这种演讲的场合 通常我们都会带我们的DM 然后因为有时候演讲会介绍到一些书籍 所以我们其实也会把我们的一些书带过去 因为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可以多认识一点同志的议题 然后带一些我们的文圣品 名片 笨笨笨笨的 好 大部分 好多 在高雄凤山的富佑青少年中心 时常会举办多元文化的活动 今天在这里即将要放映一部跟同志有关的电影 而电影的主讲者是来自热线南部办公室的员工黄凯翔 他也是一位心理智商师 谢谢 那我们大家掌声欢迎老师一下 好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们今天要放的影片 其实叫做善赌花唇衣法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家家庭里面 有可能会遇到同志 我喜欢的是男生 就我本身就是一个同志 但是真的不是的吗 待会我们可以看小铁 待会看影片就知道 我们这几次跟富佑馆的合作的影片 其实都跟家庭有关系 因为当一个同志 他如果没有把他的身份跟家人分享 我觉得那个会造成守主和 或跟父母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隔阂 对 因为 其实对一些民众来讲 要走进同志 咨询热线来幕办公室 他们跟同志这个 要他们走进来很困难 可是我们如果跟公部门 或是跟一些社区的咖啡店合作 他们要走进这个地方 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比较不会有那种标签化的感觉 对 我就去一般民众 然后我就听了一个讲座 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然后我们也慢慢发现到 的确有些人他是先来了这个讲座 然后他对我们有比较多的信任了 他才会愿意再进到我们的办公室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热心来讲蛮重要的 所以像今天有来了一些妈妈们 我自己就觉得很开心 那如果还会有一些爸爸们来的话 我就会更好 他们如果也可以有更多这样子的知识的话 对整个的也会比较好 对 刚才不是问他们身边有没有同志吗 他们都说没有嘛 就是他们都没有举手啦 对 可是其实一定有 我们其实最希望就是 你身边有同志的情友 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你可以来寻求我们这边帮忙 然后我们不管是跟妇女馆 或妇佑馆的合作 我们每次到社区去演讲 然后我们都会发那个DM 我们发现蛮多人 是因为看了那个DM才来的 你自己在Facebook上面用 因为你要是五十岁的人 然后去你的粉丝业按赞 然后还可以愿意来参与活 这太困难啦 你走入社区他们拿到DM 我在想像今年的话 光是因为这个走入社区 然后就会来的一些父母们 其实就已经占了我们新的父母的三分之一了 对 就是当他们遇到了 然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他们会来跟热线讨论 我觉得这蛮好的 这里是同志咨询热线南部办公室所在地 从2008年成立至今 已经是推动同志文化与性别平等 在南部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而同志咨询热线成立的缘由 则是回溯到18年前 嗯 其实应该是1998年的时候 先在台北成立了 那那个时候其实那一阵子蛮多 就是可能同志的一些负面的新闻 可能讯情啊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就有一群同志的助人工作者 大家就想说 那应该要成立一个类似像那种 同志张老师的那种概念 就是让他们可以打电话去出发一下心情 那我大概是20034年那一阵子的时候 进去热线里面做志工 也差不多跟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志工 他们可能原本在台北念书 然后回到高雄 那个时候大家就在想说 欸台北有一个办公室 那高雄能不能也有一个类似的办公室 所以有点像与台北的志工回到高雄 之后他们就自己弄了这样子 一开始只是类似像张老师的心理辅导专线的热线 随着时代与观念的演进 开始慢慢转趋深入 从单纯的接线工作 进而发展出教育议题 家庭关系等不同面向来协助同志族群 在推动同志或性别平等相关活动 黄凯翔一向都不遗余力 翻阅起去年的年度成绩单 可以发现他的用心 去年的话 我们总共做了91场的教育工作 所以总共有一万多个人 有稍微了解到这样子 然后去年其实举办了10场的那个 同志父母的聚会 然后其实我们也跟了24个同志父母 做这些事情 有时候其实不一定是讲同志 有时候其实是讲那个情感教育 比方跟我怎么谈感情啊或什么的 可是我几乎每一场演讲 我在开头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出柜 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一方面是 我不希望让他们觉得来讲的 都一定是异性恋者 就是所以我每次去演讲的时候 我都会问他们说 你们虽然找我去讲怎么样谈恋爱 或是怎么样谈感情 可是我可以跟学生出柜吗 然后如果他们说可以的话 那我就会用我跟我男朋友谈恋爱的一些经验 来去讲怎么样子谈恋爱 那现在你好 嘿你好 请说 嗯 嗯 是 哦 你可以先让我知道你是怎么样跟妈妈出柜的吗 嗯 一直以来 家庭是同志最大的压力 与冲突的来源 也是同志最难出柜的场域 因此热线男伴也针对同志父母与家庭 做了一系列可以对话的活动 希望可以增加沟通的方式与管道 因为很多同志朋友当他跟家人出柜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 这些家人其实有时候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接受这个事实 那我们就会希望可以针对同志的家人提供一些服务 所以我们会固定的每个月都会去run一个父母的团体 让这些父母们有机会可以来聚会 然后聊聊 然后让他们可以跟人是同志 就是这样子 身为台北人的黄凯翔 从2003年在北部加入志工 到南部成为热线南半主要的核心人物 但谈起当初加入志工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一场大学的自助旅行 大学的时候我就自向就是我想要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 所以我就一个人就跑去冰岛 我第一次自助就跑去冰岛 这样子 然后可是我在冰岛的首都的街上 我就看到有一个建筑物它的裁缝器在那边飘扬 可能是自己一个人的关系 特别觉得无助 寂寞 可是我看到那个裁缝器的时候 我忽然觉得有人跟我一样 然后在那个当下我忽然觉得说 我好希望在台湾也可以这样子 那于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看是 那台湾有没有在做同志运动 或者有没有在做同志主持 然后我就知道热线 然后我就 那我就跑来当志工了 黄凯翔在热线里从志工开始 到变成热线难办的正式工作人员 这一路走来十多年 除了是想在同志这条路上 贡献自己一点力量外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热线教导他最重要的人生态度 我自己觉得热线教导的感觉是 他们很注重人 很注重人的这个本质 然后这个精神让我一直在 即使我在过程中可能跟某些人不愉快 或是什么的 可是永远都可以坐下来好好把东西弹清楚 然后慢慢的这种东西 它就这么重视你的这种感觉 就会把你抓住 然后我觉得这就跟同志本身也一样 就是我们同志每个人都是人 我们就是注重每个人在这个环节里面 所经验到的每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让我 我觉得它养育我很多啦 对 我们几乎每个工作人员都是从志工里面找到的 对 所以这种认同感其实是很扎实的 黄凯翔会特别重视青少年的性别教育 其实也是跟自己意识到喜欢同性时的年纪有关系 我大概十四十五岁的时候 在我国三的时候 我开始有点感觉到自己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 然后回头看男生 然后或者看男生的一些身体这样子 那可是我那时候不太能够接受 因为我就跟我妈讲说我想要结婚生子生好多孩子这样子 可是如果我是同志我就没办法做这件事啦 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那也许你是双心脸 你是双心脸你是双心脸这样子 然后就告诉自己说那我要去看一些有关于就是 我要多看一点女生然后什么的 可是我发现没办法 我就是对女生有人脸辨识的困难 就大部分女性对我讲就长得差不多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我后来 其实也跟电影有关 我就去看了一部电影 那部电影叫爱的初体演好久了 反正他就是在讲一个 也跟我那个时候差不多年纪的一个高中的大男生 然后叫做自己 我在那个电影里面看到原来 原来有人这样的生活 然后走出电影院的那个刹那我就告诉自己说 嗯 黄凯翔你是个男同志 走过校园演讲也到外地分享辛勤故事 但是这些年来让黄凯翔最感动的就是当年轻孩子 听他说的同志生活 看见他所做的事情时所给予的回应 讲完之后就会有人跑过来 然后跟你讲说我也是耶 大哥其实他讲完之后他也不知道干嘛 大哥他就会觉得你是可以新来的 然后对我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他真的在台下听到了 如果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他就会知道原来同志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在生活 对 然后原来同志的生命可以对别人有帮助 所以刚刚他们跑过来然后这样讲的时候 或者是刚刚他们这样讲说就是 嗯 谢谢你们让我认识同志你们要加油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就够了 嗨 长长 好 你要吃什么 我要吃猪排 现在还有猪排蛋汉堡吗 有有有 好 那我要一个猪排蛋汉堡 只要有空黄凯翔就会早起到猪屋附近的早餐店报到 因为亲切的老板娘让身为一乡游子的她感受到属于高雄的人情味 那是刚开始我们刚开始在聊的时候有个人不会 对不对 比如说她可能还在试探那种 她不想说你能不能接受我这样的身份 对不对 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想你会被接受 因为我想说你要赚我的钱 所以 所以我想说我管你这边 如果你不接受我还是 这个我就不来你这边消费了 哈哈哈哈哈哈 应该说 就是说每个人的想法 哦 对啊 也是啦 不像 不像 你曾经回答过我 也从 从小时候开始看到 再怎么漂亮的女生都吸引不良 我还有跟你讲这么多 我不记得了 再怎么漂亮的女生都吸引不良 嗯 吸引不良你的目光啊 是啊 所以你那时候就很明白的知道 哦 你自己想要的事 原来我做了这些事 哈哈哈哈 我不记得 所以你都记得 应该要看她 的思想跟精致 对不对 如果她的思想是OK的 应该就OK啊 嗯 对不对 只是有的人还在蒙蒙懂懂 她只是 顺应的时代的潮流 她很认为说 现在这个好像 对 也可以来尝试 或者说 那可能那种心态 就不是很健全 可是如果你一开始 你就很能摆清楚 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能 这就不用 不用有什么疑惑了 嗯 对吧 是不是这么讲 嗯 嗯 林秀芝对于黄凯翔的同志身份 十分认同 觉得跟一般人的生活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甚至很佩服她 很勇敢的做自己 可是我觉得可能 嗯 嗯 如果正在妈妈的旅程 可能会觉得说 那是比较辛苦的路 就这样子 就是虽然我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如果 如果我身边的人 他们其实有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给我一些照顾的时候 我其实反而会觉得 啊 因为有这个身份 而我能够 而我能够获得这些照顾 我觉得也蛮值得的 对 可是你不觉得我会很辛苦吗 可是我也会认识很多 很好的朋友啊 是没错 对啊 在住家附近 还有另一个 黄凯翔常去的地方 那就是都会公园 享受这里的阳光与空气 对他来说 这是个很放松的好地方 我是还蛮喜欢都会公园的啦 是个蛮舒服的公园 然后空间很大 跑步起来也很舒服 有时候还会遇到邻居 然后但是邻居 不会跟你打招呼 但是邻居去那个早餐店 吃早餐的时候 他就会说 啊 你刚才是去运动吗 然后我就说 对啊 你又没有跟我打招呼 他就说 我看你跑很认真啊 就不敢打扰你啊 然后就是有时候 跑完就去那边吃早餐的时候 就会遇到 在同志咨询热线南部办公室 担任社群发展部主任的黄凯翔 其实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 回想当初来到高雄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民国一百年 应该就是2011年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 我刚考上智商心理师 那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台北人嘛 所以我 那个时候我28岁 然后我想说我念书 然后成长什么 都在台北28年 我觉得我应该要换个环境 那我就觉得高雄刚好有缺 然后那个时候台北没有缺 然后我就看高雄有缺 我想那我就来试试看好了 那 但其实我那个时候只是抱持着一个 我想要来高雄体验 不同生活的一种感觉而已 所以 我其实只想说我要待个一两年 第一年来到陌生的南方城市 让黄凯翔在生活上 就面临到适应的问题 我其实 所有的朋友都在台北 然后 我其实 其实有点对这个城市蛮陌生的 对 可是 我后来有来乐线 那因为我本身在台北就是乐线的志工了 所以我后来来高雄的乐线的时候 然后 然后有慢慢的认识到一些朋友 那 后来也在高雄这边有认识一个男生 有跟他交往 所以 第一年那种很不稳定的状态 到第二年其实有慢慢稳定下来 然后 也慢慢的觉得 每次回台北啊 会反而慢慢的觉得有点不适应台北 因为 你回到台北你会觉得 哇 人走得超快的 然后 我觉得那个 十点啊 你该坐台北捷运 你会觉得 怎么现在是十点吗 就是感觉好像还是 还是反满了时间 可是你回到高雄啊 就是有时候你坐高铁回到高雄 然后你坐那个捷运 通常晚上十点 就有一种就是 夜晚来了 然后觉得 哦 就是 这里会让你很明确的感觉到 什么叫白天 什么叫夜晚 然后大家的作息就是很规律 然后 嗯 不会 我跟台北有时候走路 后来啦 就是最近回台北 有时候走路走一走都会很生气 就会想说 怎么这个没办法好好的 就是让我走一条线 就是我一定要这样子上 可是 回到高雄 就会觉得说 哦 这边好平安 黄凯翔逐渐喜爱上高雄的生活 但对他来说 在高雄工作好处还有这一个 位于爱河旁边的电影图书馆 是黄凯翔在高雄最常去的地方 对他来说 高雄的艺文活动其实也很活跃 我也是来高雄一阵子之后才发现到 有高雄市电影馆 就是你可以去申请一个那个电影卡的证 然后 你每次反正你就看120 120你就可以看一部电影耶 对然后 而且有些电影是 你知道台北有很多那个就是 因为台北人多 所以台北养得起那些就是 就是专门放一些艺术电影的戏院 可是高雄人没有那么多 所以 呃 这些东西对高雄的戏院 如果他们要去特别去放一些就是影展的片子 我觉得对他们讲是吃力的 但是这些影展的片 会被高雄市电影馆收集 所以他们会自己注意要放这些片 然后 他就会 像你看金马音展 他们都在台北嘛 对不对 可是 呃高雄高雄市电影院 他就会把这些影展的片记录下来 然后 找时间 然后 呃固定 比方过这个月 他们就会把它 一起放这样子 或者是他就可能就挑 然后 有些东西你原本在高雄你好想看 可是你就看不到 但是 你可以在高雄市电影馆看到 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认真在经营的 常常到电影图书馆报到的黄凯翔 也在看电影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我要借那个13370 好 13370 好 13370 OK 你卡先走 谢谢 谢谢 好 这不可以吗 对对对对对 首先就是用耳机 嗯 然后我们整片子来了 以后决定看要哪一个 哪一台给你 如果是 先自己 我们就要再放在里头 里面一点 外面那个就不可以 好 好 你敢给 我可以吗 我可以啊 你看他们志工多可怕 我都知道跟他们互相交 他们这边有很多志工 他们这边的志工 然后 嗯 呃 比较多是阿公阿嬷 可是他们就会帮你 就是 我们通常去电影院看那个 他们不是都私票吗 就是那种就是年轻的工读生嘛 没有这边私票呢 都是那个阿公阿嬷 然后 然后 就是阿公阿嬷失票 因为他们眼睛不好 他们看比较久 可是你会很享受那个看比较久的那个过程 就会觉得 就会觉得很亲切 然后 有几次我就是 你也知道年轻人就会穿假脚托 然后就阿公阿嬷会看不惯 然后他们就会 走过来就问那个 以后不要穿假脚托 那当然我自己心里想 我还是会继续穿假脚托 但是 就会让我有一个感觉是 呃 我在这个电影院 去跟 跟人有互动的 然后我喜欢那个感觉 然后 我觉得他们的接待的服务 我也觉得很好 就是我说 哎呦我 因为我刚才说嘛 你每次看120元 你可以集一点 你集了五点之后 你就可以免费再看一次这个电影 然后那个就是 帮你集点的人 也会说 哎呦你点很多哦 然后 然后就觉得 嗯 很好就是 它就是一个 让人可以自在看电影的空间 然后他放的电影 也有品质的 喜欢 一年一度的高雄同志大游行 是每年高雄同志们 都会引领期盼的大日子 所以每次热线南半 都会慎重的 召开会议 参与讨论 这五年来 高雄游行的人数 的确是一年比一年多 这件事情是真的 因为游行的重点 就是要让民众可以看见 然后 同志的议题 也许是整个社会的 氛围的改善吧 就是好像在同志的议题的路出 也变得比较多一点 就是 嗯 11月26号 是高雄同志大游行嘛 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吗 知道 知道齁 然后大家知道主题是什么吗 知道 知道 OK 好 老师重动 就是这一次的主题是 老师重动 原本有个成语叫 老师重动 对不对 然后这次的主题叫 老师重动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有慢慢发现 像 现在有那个业绩员嘛 常发警察事情嘛 然后还有之前有一个 遇事国中的女性教师 反正就是 我们发现在劳动条件上 或者在职场上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性别歧视 或性别不友善的情形在发生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去 针对职场的性别友善去发生 好 然后请随意从事长 一二三四方已经没刚刚 身为塔罗牌老师的邱宇悦 曾短暂离开高雄 到台中念研究所 再重回家乡后 发现热线南半在推动 两性平权的努力与成果 他觉得很佩服 热线南半在这个部分 真的不许很多 因为其实我是 在我离开高雄的时候 我去台中念的时候 还没有所谓的同志打游戏 对 然后我一回来的时候 我就去参加同志打游戏 因为我就觉得还蛮开心 我那时候参加的是第三集 然后我那时候就还蛮开心 就觉得说就是 从一开始就是 没几个人知道这种东西 对 然后一直到 慢慢的越来越盛大 这几年也越来越盛大 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 我觉得高雄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是虽然说就是还是纯朴的 还是保守的 但是对 因为那个人情味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对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那种 对于 同志的那种接纳的那种程度 我觉得其实是越来越高 关于高雄在2015年率其他城市之先 开启了同志助记的行动 邱宇悦觉得身为高雄人也余有荣烟 因为这的确引发了大家对同志权益的关注 他有丢出来这个东西 然后可能其他的 台湾其他的城市也有发现说 这个好像对确实是应该要开始做了 他反而当他慢慢变成一个多数的时候 或许政府真的去意识到说 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或者是说这件事情是有些人他是需要的 对 我觉得高雄坦白说 应该会真心感到骄傲 对 1998年 因为一则青少年同志自杀的新闻报导 吹升了台湾同志热线 这十多年来 在同志与工作人员的齐心努力下 社会大众对于同志议题的接受度 与关心度开始有了转变 有些大学生会跑过来说 老师那我要怎么样帮助 我的同志的朋友 以前是比较会教他们 到底什么叫做同志 什么叫做LGBTI这样子 可是现在我觉得 反而会比较花时间去跟学生谈的是 我要怎么样跟同志朋友相处 我要怎么样去表达我对他们的支持 或者是 我要怎么样跟同志朋友相处的时候 我不会冒犯到他们 那我觉得这个是更进阶的 也越来越多大学生 或者是关心这个议题的朋友们 会好奇同志的权益 以前不用讲权益 以前光是认识就知道 谢天谢地了 但因为现在要讲权益 所以整体我觉得在教育上会经验到 不一样在前进 然后我们相信同志运动 不是你跟人家说道理 然后人家就能够懂 就这样子我觉得不是 就是 同志运动的价值在于 你要让每一个生活周遭的人都能够看到 原来同志是有血有泪有故事有情感的 从懵懂的少年到身为热线男伴 同志运动最重要的推手 黄凯翔始终抱持着当初参加热线时 所秉持的理想 对他而言 这才是同志运动的真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